如果马鸡死了,辛普森一家会变成什么样?这天他带着小麦去超市,期间遇到劫匪,对方连开竖枪,马鸡就这样倒在雪坡之中,一家人还在悠闲的看电视,噩耗传到家中。 猴墨没有对孩子们隐瞒,丽莎伤心的跑回房间,而父子俩的泪水再也忍不住,猴墨失去了枕边人,他受不了这样的生活,于是跟孩子们道别,也跟全世界道别,把自己绑在石头上,来到无人的河边,突然出现一道刺眼的光芒。 猴墨回忆起年轻时的妻子,当遇见马鸡的那一刻,猴墨就知道再也离不开他了,原来那是辆出租车,热心的司机将猴墨送回家,第二天收到一个好消息, 劫匪没有杀麦奇,家人为马鸡举办了葬礼,来的人也并不多,猴墨怀念妻子的所有,但也只能来世再见。 丽莎受到极大的打击,感觉灵魂已经随妈妈去了,她像木头一样待在原地,另一边,巴特上课看到幻象。 巴特冒着大雨回家,这是他第一次向上帝祈祷,希望慢慢能回来。 猴墨看着心里很不识滋味,无意间他犯到妻子的遗物,记录着两人曾经的美好, 猴墨决定振作起来,为家人点了份披萨,现在轮到他来照顾家人,可十分钟后,家里就一团糟,甚至连一件干净的衣服都没有,猴墨找了件道具衣服穿。 他尝试着洗衣服,却错把火炉当成洗衣机,猴墨向儿子保证,不再对他使用掐薄术,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,直至猴墨点燃了汽油。 猴墨让巴特照看妹妹,可小麦却在喝狗盆里的水,巴特还在大笑,猴墨再也忍无可忍。 巴特备受打击,他觉得这个家没人爱自己了,再看着邻居弗兰德一家,于是拨通了孤儿院的电话,家里又失去了一个亲人,猴墨气愤的跑到妻子墓碑前,骂他违背了照顾孩子的诺言。 猴墨走在无人的街头,近看见马基的身影,再静静一看,原来是弗兰德,猴墨失落至极,突然一座金字塔出现在眼前,他使出浑身力气爬到塔顶,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,猴墨无论如何都见不到马基的正脸。 这集《辛普森》中,讲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,虽然这一切都不是真的,却也在警示我们,要珍惜身边的家人,一旦失去就再也回不来了,我是爱说动漫的小将家,记得关注我哟。